这果子真好吃 大总管 您要是喜欢 小的以后 每年都给您送过来 那也不用这样啊 我又不是皇上 没必要对我这么好 这些年 城门韩公公关照 我们兄弟俩 才得也混出个人样 约身成为使节 为朝廷守护边陲重镇 二位本来就是文武全才 出类拔萃 算得上是千里神居 咱家只是做个伯乐而已嘛 大总管 听说朝廷最近不太安宁 不知道 可有我们兄弟下劳的地方 没有什么大事 只是最近吧 有些人不安于事 又有些人呢 自以为有点本事 可以力挽狂澜 弄得宫中气氛有点不安 就像有的人受了风寒 轻则打几个喷嚏 重则闹场病 过几天就好了 不过 还真有点小事 劳驾二位 大总管尽管吩咐 我们兄弟二人 必定赴汤蹈火 再次不辞 我在想 既然身体有病 不如顺道下点重药 让身体急剧已久的病毒 消除一静 才能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 安享晚年 二位以下如何 那我们兄弟二人 这次就充当公公 您的良方妙药好了 谁啊 回公公 我们在打扫屋子 不用打扫下去 可是 桌子椅子 刚打扫到一半 打扫完了快滚 是是是是 擦完我就滚 你们二位 这次带了多少人吗 禀公公 三百 够了 说一个时辰内 怎么还不见人 难道是被抓了 王爷 别着急嘛 那要不 我去宫里打听打听 打听什么 打听个屁呀 你不是说那个 独孤泽男最厉害吗 连他都失手 现在皇宫里 肯定想接警报 你去了 不是把我也捅出来了 那个孟卫龙 手下个个都是 武林的高手 我这次完了 完了完了 我这次完了 王爷 先冷静一下 王爷 好了好了 冷静一点吧 闭嘴 你小别再出去 你都不成了 都测试了 我看来 我会把你的意思 还是 不成了 才能 伸展了 就 nickle 我 собствен 那 是 把他还 不成了 我 我 你 王爷,难道你去跟皇上说,你老弟我本来想推翻你,谋权篡位,可是我派去的人失守了,求你原谅吧。 王爷,你说皇上该如何回答? 韩公公,你都知道了。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是不是啊,王爷。 姑娘,果然励志天生,难怪八王爷为你神魂颠倒的。 韩公公过奖了,这人生呢,本来就是一场赌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不到最后,谁也不知道鹿死谁守。 说得好,上官姑娘不但羞涩可参,而且胆量过人,哎,就连咱家都喜欢你了。 八王爷,你的眼光果然不错呀。 韩公公,这都什么时候,你就别再耍我了。 我怎么会耍你呢?我刚从皇宫里出来,没听到皇上那边抓到什么刺客,说明你的人还没有失守。 八王爷,你慌张什么?我今儿来你这儿的目的,是想告诉王爷你一个好消息。 好消息? 咱家在城外聚集了三百人马,就等王爷你的一声令下。 可是,玉玺还没到手呢? 到手也只是锦上添花,谁说没有玉玺就不能登基了,规矩是人定的,不是吗,王爷? 对呀,说得没错,没有玉玺又怎么样,有韩公公就行了。 玉儿,怎么办?这么久还没回来,我估计小宝是失手了。 皇宫虽然凶险,可是区区几个侍卫,也不能怎么样,我估计是遇到突发情况了,爹,不管怎么样,这下咱们要靠自己了。 玉儿,我知道,八王爷对你不错,可他无德无才,那个韩公公有老金巨华,即使得到皇位,我看呢,也待不了几天。 老年,之前呐,咱们有小宝帮助。 还算说得过去,可小宝到现在都没有回来,我看,咱们还是趁早逃了吧。 爹。 再说了,八王爷刚才说的也没错,咱们就是江湖大道,做那些偷鸡魔狗的事情还行,可这政治,那可不是咱们能玩的。 我们不是偷鸡魔狗植辈。 玉儿。 爹。 你到现在 还认为小宝是真心来帮我们的 我看他对你挺诚心的嘛 难道 诚心 他要是真心喜欢我的话 当年干嘛要装死逃跑 爹 小宝这个人是什么性格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啊 他从来都有自己的想法 那他为什么要跟着你来呢 他答应帮我们只是为了报恩而已 报恩 我看他是打算 把玉玺偷到手之后 劝我收手 不过他不清楚的是 我才是这件事情的策划人 爹 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不管怎么样 我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的 相信我 相信我爹 不管有没有小宝在 我都会成功 我都会让你想进荣华府 什么 皇上已经知道 我要逼宫了 要不然 为什么把玄武门一带封锁起来呢 他连我们要从玄武门逼宫都知道了 天下间没有不透风的墙 更何况 他身边来了一个智勇双全 料是如神的女人 女人 什么女人 王爷还记得那天咱们到一花园去给皇上请安吗 记得 对了 那些茶点 够烂 就他那点东西 我说的是他身边多了一个女扮男装的带刀侍卫 我赶紧派人给我暗中打听 原来他就是孟威龙的师妹 名镇白马镇 卧龙镇的第一女捕块顾丹丹 顾丹丹 难道他们说的是爱丁堡的媳妇 这个女人还真不是浪得虚名 来了不到几天 听说皇上对她言听计从 还让孟威龙把她的孩子都带到宫中 还有孩子 她进宫是带刀还是带孩子 美人 你这是干嘛 想走啊 我知道你见过韩公公了 我也知道你准备放弃了 不走干嘛 美人 你听我说 我还没放弃呢 老韩是支持我的 他知道我们准备私下行动 也没生气 只是提醒我们 皇上已经有所提防 最好安逼不动 等待适当的时机 你还真信呢 怎么不信 玄武门都被封锁了 说明我们的计划 败露了 我根本就没打算从玄武门下手 我早就做了两手准备 而这玄武门 只是我的诱敌之计 我看 我们还是算了 听老韩的 我当我的影子皇帝 你当你的皇后 怎么 想想轻浮 让我受制女人还算什么皇后啊 那还没有 跟着我爹浪迹天涯来的自在呢 我走了 杨卫人 你一个女流之威 怎么已经这么大呢 好了 你听我说 女人最大的幸福 就是有一个爱自己的男人 你已经有我了 所以 别再多想了 好好当你的皇后 一生荣华富富 想之不尽 只怕我是没有这个福气了 我一点也不想指着韩姑姑之河 你怎么对老韩的意见这么大呢 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 他是珍惜想要拥立你 这摆明就是一个陷阱你知道吗 在等着你往下跳呢 我告诉你啊 你总有一天会栽到她手里的 而我呢 一点都不想陪着你去死 再见 美人 你别走 咱们好好的 别为了这些小事 伤了 小事 谋权篡位可是要诸九族的 那 那好 我不干了 我还是当我的王爷 也能 王爷 你就不能长点稚气吗 我们就差那么一点点而已 就让那么那么一点点 只要这玉玺移到咱们手里 王爷 你 就是当今的皇上了 玉玺呢 那个独孤泽男到现在还没回来 王爷 你 如果你是担心这个 放心吧 他这条路走不通的话 我还准备了第二条路呢 第二条路 去哪儿了 谁 逍徒 我 所以